暑假开始了,明天要搭起帐篷露营,请戴上毛毯和睡衣,傍晚到学校集合。 小豆豆从学校带来这么一封信给妈妈,信是校长先生写的,从明天开始就是暑假了。 什么叫露营?小豆豆问妈妈。 妈妈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,回答道,可能是到外面的什么地方支起帐篷,在帐篷里睡觉吧。 因为睡在帐篷里,睡觉的时候可以看到星星、月亮。 不过,在什么地方支帐篷呢?信上没有说需要交交通费,那应该是在学校附近了。 这天晚上,小豆豆上床之后,仍然在考虑露营的事情,稍微有点害怕,但是很有冒险的感觉,真是好激动。 想到这里,小豆豆的心不由得砰砰直跳,总也睡不着。 第二天,小豆豆一睁开眼,就开始动手准备露营的行李。 傍晚的时候,妈妈在装了睡衣的登山包里面,又放进一条毛毯。 好沉啊!小豆豆感觉要被压倒了,不过,她还是向爸爸妈妈道了声再见,就出发了。 孩子们在学校里集合之后,校长先生说,请大家都到礼堂去。 于是,大家集中到礼堂里,校长先生把一件硬邦邦的东西拿到了小奖盘上,原来,那是一顶绿色的帐篷。 校长先生把帐篷展开,说,下面,我来教大家怎么织帐篷,要仔细看啊。 然后,先生就一个人吭哧吭哧地忙活起来,拉一下这边的袋子,竖一下那边的架子,一眨眼的功夫,一顶漂亮的三角形帐篷就织起来了。 先生说,怎么样,下面轮到你们了,在礼堂里织起好多顶帐篷,我们就在这里露营。 妈妈的想法和大多数人一样,以为会露天之帐篷,但校长先生的考虑却与众不同。 在礼堂里露营的话,即使下雨了,或者夜里冷起来,都没有关系。 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嚷着,露营了,露营了。 一边几个人一组,在老师们的帮助下,在礼堂的地板上,搭起了好多顶帐篷,足够睡下所有的人。 每一顶帐篷大约可以睡三个人。 小豆豆匆匆忙忙换上睡衣,在好多帐篷口钻进钻出,玩得心满意足。 大家也和小豆豆一样,纷纷去拜访别的帐篷。 等所有的人都换上睡衣以后,校长先生坐在正中央,以便每一个孩子都看得见自己,然后给孩子们讲起他在外国旅行的故事来。 孩子们有的躺在帐篷里,从帐篷口伸出半个脑袋,有的端端正正地坐着,有的把头移在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们的膝盖上,听校长先生讲他的故事。 那些遥远的地方,孩子们不要说去过,连听都没有听说过。 先生的故事非常新奇,有的时候,孩子们甚至觉得,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生活着的孩子,简直就像是自己的朋友一样。 就是这么一次简单的露营,对孩子们来说,却是一生中难以忘却的开心记忆,是非常宝贵的经历。 校长先生的确深深地知道,孩子们喜欢的到底是什么。 先生的话说完了,礼堂的电灯也熄灭了,大家纷纷钻进帐篷里,从那边帐篷里传来笑声,从这边帐篷里传来窃窃私语。 接着,对面帐篷里又有人扭成一团,渐渐地,礼堂安静了下来。 既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的露营,但是,孩子们在小小礼堂里的露营,却使他们从心底感到满足。 那天晚上,天上繁星闪烁,月光如水,温柔地包裹着礼堂,那光辉仿佛永远在闪耀。